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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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皇帝的内心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一个一个杀,是一家一家杀 尚未给他的北州小皇帝怎么处置呢? 还是杀,斩草除根,让对北州有感情的已老旧臣死了那条复辟之心 好,政敌杀光了 新政权一定程度上是稳固了 可杨坚的安稳教从此也就睡到头了 一到晚上,他就心神不安 渐渐地开始有大臣上表 他们知道杨坚心里别扭什么 干脆替他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什么话呢?千都 这里不好,咱们换个地方 建个比这里高大的多,雄伟的多的新都城 那么古都长安真有问题吗?客观地说 它的确不如以前好了 长安地处关中平原 无论是地理位置,生产条件,还是经济状况,历史积淀 它都在众多的古城中首屈一指 用作都城再好不过 所以历史上定都长安的大小朝代不在少数 那它怎么又不好了呢? 作为首都的年头太久了 远的不说 从西汉算起到隋朝建立将近八百年 老城该有的问题它都有啊 八百年里各种战乱各种心肺 公事见过多少回就毁过多少回 从前司马迁说 关中平原,地大,人少,富足,好得不得了 可是到了隋文帝阳间时期 长安地还是那么多 人口却成倍增长 水源受到污染 城里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 而且这座古都没有经过通盘规划 皇宫竟然偏在西南角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 这种格局怎么配得上大隋的气度呢? 离杨间心中对都城的宏伟构想差得太远了 还有,当时的渭河从长安城北流过 有个晚上,杨间做了个梦 梦见渭河大长水曼长安 他一紧张,吓醒了 都城怎么能挨着大河呢? 这太不安全了 所以开皇二年 迁都这件事就已经摆在杨间面前了 可这毕竟是件大事啊 这么大的工程 对新王朝的财力是个考验 隋朝刚刚建立 要做的事很多 该不该马上迁都呢? 大臣们意见一致吗? 老百姓能理解支持吗? 想到这些,杨间很犹豫 迁都的念头在他脑子里转了千百回啊 就是下不了决心 开皇二年六月,有个晚上 杨间把苏薇和高炯叫进宫来 开了个小型会议,商量迁都的事 可一个晚上过去了 他还是举棋不定 说这个皇帝怎么这么优柔寡断啊? 还真不是 杨间遇事反复考虑 多方权衡 这不是优柔寡断 这种态度恰恰说明 他是一个能自我约束 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由着性子不顾后果的昏君 千都这件事 他一定要多方考虑周全了 再拍板 所以一个晚上过去了 什么都没商量出来 原以为事情还要往后拖 诶,没想到 几个小时后 太阳刚升起来 转机就出现了 怎么回事呢? 门下省通直散其常事 余季才 一大早有事上奏 这个官民听着陌生啊 我们记得余季才是当时著名的术士就行了 他通易经 懂天文 会看天下 不是一般街头的项面师 算命先生 他属于这个行业的高端家常版 杨坚很信任余季才 御氏呢 愿意听他的 比如两年前 杨坚当上北周的大丞相后 距离皇位 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一步是一不做二不休的 跨过去呢 还是保持现状 不去冒这个险呢 他左思右想 拿捏不定 就去找余季才 问他 天命在不在我身上呀 余季才回答 天命呢 我不敢随便揣测 今天不说天命 只说人事 照目前情形看 不往前走 您还退得回去吗 这话说得很明白 开宫没有回头见 您就努力朝前走吧 后来为杨坚登基 挑选皇道吉日的 也是这位余季才 他算得上是随朝的开国功臣 现在他又出来为迁都的事情 发表意见了 那么他是来投赞成票 还是来泼冷水呢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陈仰官前相 辅查图记 必有迁都之事 愿陛下携天人之心 为迁徙之计 余季才说呀 我仰官天相 辅查地理 他们都向我发出信号 大随该迁都了 陛下 您就别再犹豫了 上自皇天后土 下道平民百姓 都盼着您下决心呢 杨坚听他这么一说 愣住了 他看了看身边的高炯和苏薇 发出一声惊呼 是和神也 这也太神了吧 咱们昨晚才商量的事 怎么这么快 天象就显灵了呢 难道我朝这都 非迁不可了 就在这时 太师李牧 也不失时机地 敲响了编谷 他给杨坚上了一道 长长的表文 从天意 人望 历史 现状等多个角度 言辞恳切地 阐述了迁都的意义 杨坚把表文看完 很受感动 更受鼓舞啊 要知道李牧 是最早归顺杨坚的 北周元老 他站出来表态 在大臣们中间的影响 非同小可 手里拿着这道表文 杨坚心里 多日的犹豫和焦虑 一扫而光 他当即拍板 迎见新都 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千都这样的大事 光宰相劝还不够 还要把杨坚信任的术士加进来 把德高望重的元老加进来 羽济财和李牧相当于促成千都大祭的两块重量级砝码 有这两块砝码千都的天平上 千的这一头才远远重于不千那头 其实哪来的天下都是人为呀 这明显是宰相跟几位大臣为了帮助杨坚下定决心 合演的一出戏码 可以看出隋朝建国初期 大臣们很团结 他们齐心协力辅佐杨坚也是拼了 隋朝开国之初 都城仍在长安旧城 然而这座宝京风雨的古城 早已因九经战乱而变得残破不堪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壮志 也为了离开这水阶贤鲁的汉长安城 在众大臣的一致赞同声下 隋文帝杨坚毅然决然迁都建造新都城 可以说他对新都城寄予了厚望 他希望这座新都城能够成为隋王朝 定定中原的象征千秋伟业的正名 那么杨坚在新都城的选址上究竟有着怎样的讲究 在那个没有大型机械设备的年代 宇文凯又是如何在短短十个月内完成了这项宏伟工程的建造工作呢 迁都决心已下 下一个问题是 往哪迁呢? 杨坚出身关隆贵族 而关中是关隆贵族的大本营 大本营不能丢 所以首都还是要建在关中 不远迁 旧都所在的那块地 杨坚也不想放弃 那块地有个名字 好听又吉利 叫做龙首园 龙首园山眉水秀草木风貌 隐然有王气汇聚 那是块风水宝地啊 旧都在龙首园的北边 新城呢就建在旧都的东南边 而且那儿离渭河也远 安全隐患自然解除 杨坚让人沾了一挂 卦象显示大吉 定顶之机永固 无穷之夜在思 在这个地方建都啊 大随王朝将万寿无疆 选址问题也顺利解决了 下一步就是如何规划呢 废旧都建新城 为的就是从头规划 把杨坚心中理想的都城 变成现实 谁来主持这项工作呢 宰相高九 但是技术问题 最重要的规划设计工作 由迎新都附坚宇文凯全权负责 宇文凯堪称建筑奇才 这么重大的工程 他只花了十个月 短短十个月 短短十个月 除了城墙 城中主体部分 全部竣工 开皇三年三月 文武百官 在阳间的带领下隆重搬家 他们一边朝城里走 一边占不绝口 占什么呢 新都太大了 东西广 九千七百二十一米 南北长八千六百五十一点七米 总面积八十四点一平方公里 比旧都大出一倍还多 一座史无前例的大城 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让百官惊叹不已 还有 新都建的太快了 全部工期只有十个月 没有大型机械 施工全靠人力 他建的这么神速 宇文凯是怎么创造这个奇迹的呢 首先朝廷高度重视 后勤有保障 其次上兵伐谋 规划很重要 宇文凯事先 对都城做了整体规划 他胸有成竹 建起来就快 第三 那个时候的建筑 台积和墙壁 都是夯土而成 往上加木构架就行 耗时不多 而且新都不完全另起如造 太庙和多数的宫殿 官属的建筑材料 是从旧城拆下移过来的 杨坚世事追求高校 他没有时间 让宇文凯慢工出细活 当然 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不是长久之计 只能临时救急 移过来的太庙 后来在唐玄宗时期 撑不住 塌了 年头太久了 连柱子都绣烂了 想想看 隋朝移过来的东西 又用了一百多年 他能不塌吗 不过当时隋朝 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移建法 费时少 效率高 而且省钱 墓料不用现砍 无需花钱运输 这让一向节俭的杨坚 心里特别舒服 宇文凯就是这样 创下十个月 新城竣工的奇迹的 好 我们接着说 百官跟着杨坚进城 他们刚开始 还赞不绝口 慢慢的 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比赞叹 更为强烈的反应 那是敬畏 百官越往城里走 就越肃然起敬 游敬生畏 而此时的杨坚 扫了一眼身边的文物百官 脸上露出了满意 甚至是得意的微笑 这就是宇文凯的规划设计 产生的效果 我是在讲故事吗 不是 当时的情形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八九不离十 隋朝新都 这个被杨坚命名为大兴城的地方 绝不仅仅是一座 单纯的 由若干建筑物构成的空间 它是一座 有思想的城 这座城 活生生的体现了杨坚的政治思想 什么思想呢 皇权至高无上 君主化身万名 杨坚要让全天下人震慑于大隋的气势 要全天下人 臣服在他 至高无上的皇位之下 而这些 宇文凯用一座城 替他实现了 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强盛的王朝之一 而隋文帝所建立的新都城更是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这座大气磅礴 齐齐壮丽的新都城 无论是从设计还是规模 都深得阳间之心 那么作为这项宏伟工程的总设计师 宇文凯究竟是如何对新都城设计布局的 每一处区域的划分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大兴城是个规整的矩形 从这张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大兴城东西下比南北下略宽一点 全城由三大区域组成 宫城 皇城和外国城 宫城位于城北的正中位置 那是皇帝的生活区和办公区 宫城的南面是皇城 用作中央官署的集中地 是文武百官上班的地方 从东面 南面和西面环绕着宫城和皇城的 是第三区域 外国城 外国城东西对称 结构严谨 城市的中轴线在哪里呢 从皇城往南看 这里有一条连接皇城正南门和都城正南门的 南北大街 这条大街叫做朱雀大街 宫城 皇城以及朱雀大街 就是都城的中轴线 中轴线的东西两侧 有一大片 整整齐齐的像棋盘格子一样的区块 他们叫做李方 李方和李方之间夹着十字街道 李方就是居民住宅区 他四周有方墙 四面开方门 相当于隋朝的一个个小区 李方的数量还被赋予了一定的孕意 比如说全城从北到南 一共有十三行方 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 加上润月 皇城的南面 与皇城同宽 从西到东设有四列方 它们象征着春夏秋冬 首都的市场 庙观和娱乐场所 也分布在外国城 我们看这里 东边有个都会市 西边有个利人市 这两市东西对称 各占两个李方的面积 这里就是市场 首都的商业区做买卖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规划 有北魏都城洛阳的建造经验在里面 不完全是宇文卡的发明 不过呢 把皇城画出来 将办公区和居民住宅区隔开 公司两变 官民不相参 这是隋朝首创 这么一划分啊 大新城各个区域的职能就清晰了 哪一片用来做什么 哪个区域最重要 一目了然 三大区域之外 皇帝住的工程 北边没有建筑物遮挡 光一道城墙不保险 所以呢 把北边一大片地方圈起来 用作禁院皇家园林 闲人免禁 将皇帝妥妥的保护在里面 都城东南角的曲江 从汉代以来就是著名的风景区 那个地方地势高啊 都城的东南角高出来 担心对隋朝命述不利 所以不怕麻烦改风水 把曲江挖成深池 来压制摧毁东南王器 并且呢 把内带圈起来 作为游乐曲 杨坚不喜欢曲江的曲字 也改 改成芙蓉 因为曲江池里 荷花盛开 荷花又名芙蓉 所以 大新城的东南角 就变成了大隋芙蓉园 讲了这么多 您可能要问 大新城的结构 我基本上清楚了 可是 皇权至高无上 君主化身万名的思想 我该从哪里看出来呢 这个思想 不是写成标语 用大红纸贴出来的 他通过城市本身 无声的体现 宇文凯把杨坚这个思想 天衣无缝的 支进了 对新都的规划中 我们先看一个细节 公城和皇城之间 有一条横街 这条街的宽度超乎想象 有多宽呢 220多米 这个数字是考古实测所得 按照文献记载 还不止220多米 这说的是宽 不是长呀 这么宽的街 得叫广场 对吧 他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是因为那条街 人流量特别大吗 肯定不是 绝大多数人 一辈子都不可能 踏进那条街 他修得无敌宽阔 就是为了隔开皇城和宫城 为了树立皇家威严 为了彰显皇家气势 大城从南边的皇城 往宫城 就得穿过这条街 几百米宽啊 不是三五十步就能走得完的 天子家门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 总也走不完 越走越紧张 越走越对皇家心生畏惧 杨坚的目的就达到了 高大的围墙 严密的布局 精巧的设计 可以说 这座新都城 无处不彰显着皇家的气势与魄力 而都城内 宫殿的划分 街道的布局 更是承载着隋王朝的皇家威严 那么 除此之外 宇文凯在对新都的设计中 还加入了怎样的巧思 隋文帝阳间 又为何将这座新都城 命名为大兴城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史话隋唐篇第四集 大兴新都 横街还只是个局部 宇文凯还有更加精彩的设计 我们从两方面看 第一 因地制宜 体现皇权至高无上 宫城 为什么位于首都中轴县的最北端呢 我们刚才说 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 首都北边那一大片 还得圈起来 对吧 让皇帝直接住在中轴县的中心位置 就像后来北京的紫禁城那样 不是很好吗 可是宇文凯 没那样设计 孔子说 为正以德 譬如北城 居其所而 众心拱之 北城就是北极星 是天心所在 地上的皇帝 就好比天上的北极星 他得住在天心的位置 让众心环绕拱位 所以大新城最北端正宗的尊位 要给皇帝让出来 皇帝南面称尊 面朝南接受百官的朝拜 而百官呢 北面称臣 面朝北叩见天子 众心则是天下万民 以外国城为代表 好比众心拱北 从西面 南面和东面三个方向 环绕着 宫城和皇城 那是天下万民紧密团结在 皇帝和朝廷的周围 拥戴着他们的有德天子 圣明王朝 这个设计含义好吧 深刻吧 它既是天下的 又是政治的 借天下来表达人欲 把众心拱北的天下 运用到都城的布局中 来体现君王唯我独尊 统侠万民的威严 这正是阳间 要追求的政治效果 史书上说宇文凯 好学有巧思 看来真不是浪得虚名 众心拱北之外 宇文凯还活用了当地的地形 阳间看中的这块风水宝地 不是一马平川 而是凉蛙相见 北边先是一道高坡 过了这道坡 南边是一片低洼地 再往南又是一道坡 翻过这道坡 又是一片洼地 就这样凉蛙相见 从北到南 依次有六道 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高坡 这样的地形 怎么在上面建一座城呢 在没有挖掘机的年代 宇文凯发挥于公移山的精神 将他们一一铲平吗 显然不现实 杨间急等着搬家呢 而且这样做也体现不出 宇文凯的与众不同来 所以只能因地制宜 巧妙地利用这块地形 怎么利用呢 宇文凯站在北边 向南盯着那一道道高坡看 看着看着 这位博文强记的建筑师脑中 突然跳出周易六十四卦中 排在第一位的前卦来 这六道高坡不正是前卦六窑活线吗 我们看这张前卦六窑图 前卦有六条阳窑 自下而上 依次是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和上九 正好对应从北到南的六道高坡 初九乾隆勿用 所以北边第一道高坡上不见宫殿 圈起来当禁院用皇家后花园 九二、献龙在田 真龙出现了 所以毫不疑问第二道高坡上 见皇帝住的宫殿 九三、君子终日前前 息涕若利 意思是君子自强不息 要时刻警惕 要有忧患一时不能松懈 那么第三道高地用来建百官的公署最好 大臣们不就应该终日前前效忠王朝吗 九五摇辞飞龙在天 主大跪 金城里最尊贵的是皇帝 还有比皇帝更尊贵的吗 没有 所以只能给神仙和佛祖住 在第五道高坡上建寺庙和道观 比如大兴善寺和玄都观 大兴善寺在隋朝地位很高 是皇家寺院 九五高地的南面还有第六道高坡 这道高坡上也建了道观 西安大宴塔所在的大慈恩寺的前身就在这里 剩下的其他高地达官贵人们争着给自家建宅院 至于坡与坡之间的挖地呢 老百姓住吧 距离工程越远代表身份越低 就这样 宇文凯把那六道高坡想象成前挂六摇 并且根据六摇的摇词含义来规划都城 他活用自然地形 节省了建都的时间和成本 而且呢 赋予大兴城 等级分明 秩序分明的文化内涵 完美地实现了天人合一 这是他用一座城去体现阳间思想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运用魔术体现君主化生万民 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傅新年先生 在研究宇文凯对大兴城的规划手法时 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他发现宇文凯在规划中运用了建筑魔术 什么是建筑魔术 简单地说就是可以拿来套用的标准建筑尺寸 宇文凯怎么用呢 他先按照实际需要设计好工程 再以工程的广长笔直为基数 推出黄成和外锅成 外锅成的大致轮廓确定下来后 里面再以工程和黄成的东西广度和南北总长为魔术 把一些大的区块确定下来 比如说工程黄成的东西两侧是两个正方形 他们的边长等于工程和黄成的南北总长 黄成南边这三十六方 东西广度跟工程和黄成的东西广度是一样的 而他们的南北长度呢 是工程黄成南北总长的1.5倍 这三十六方的东西两侧 每三行方 他们的东西广度跟上面那个正方形的边长是一样的 也等于工程和黄成的南北总长 而每三行方的南北长度呢 则是正方形边长的一半 也就是工程和黄成南北总长的0.5倍 这些大的区块确定下来后 再在里面划分出东西陈列南北陈行的若干个方 这样一座棋盘状的都城就规划出来了 运用魔术划分区块的做法 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 他一气呵成大大缩短了规划时间 而且不露声色的满足了阳间的政治需要 宇文凯在这里又一次觊遇了政治内涵 工程是黄帝居住和实行统治的地方 以他的广长为基数来确定 黄成和外国城的各个区块 这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黄帝化家为国 国从属于黄泉 君主化身万名 没有君就没有明 现在能明白为什么阳间第一眼看到 郡公的大兴城时那么满意吧 因为这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的都城 能理解为什么文武百官跟在阳间身后 越往城里走心里就越震撼吧 因为面对这样一座雄伟的都城 每个臣子都心生畏惧 在至高无上的皇威面前 他们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卑微 那么的渺小 所以阳间笑了 拥有这样一座有思想的 能为他树立军威的都城 内心不够强大的他 比以前自信多了 天下万名当然不是由皇帝化身的 我们不认同君主化身万名的思想 但是就这个设计本身来说 用一座都城去贯彻君王的统治思想 而且贯彻得如此天衣无缝 这实在令人攀岸叫绝 阳间给新都城命名大兴城 大兴城里的一些主要建筑 也用这两个字命名 比如说工城的主体部分叫大兴宫 正殿叫大兴殿 北边的禁院叫大兴院 皇家寺院叫大兴善寺 为什么对这两个字情有独钟呢 因为阳间在北州曾经被封为大兴郡公 那是他成就地业的起点 大兴听着意思就很好对吧 重复使用这两个字 阳间不是在怀旧 也不仅仅是回忆他的发达史 他是要为他的统治做宣传 他通过这两个字告诉陈明 大随一定大兴 我阳间一定能成就大兴伟业 那么他做到了吗 请看下集《开皇之志》